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来看他一整个面的话 这是不是在一个多化架构里面 如果还是在这隔雨当中 他出现一个往下大幅度的急错的话 他往往是要做一个 再次往上攻坚之前一个预备动作 除非说整个形态给破坏掉 否则往往如果这种机会出现的话 他又是你再一次进场可以减便宜你的良机 所以今天个股部份的话 我们今天早上有送给你一档 就是友达这个标的 那接下来在14号之前 就是陆陆续续的最后的这个机报要公布了 那某一些标的 如果之前的营收的这个报告没有太差的话 往往最后这一个礼拜的时间 他在一个支付的一个位置 如果再次压低的机会 都进场有良机 所以我们今天早上送给你这一档 你要待会我会用一小段时间来跟你做一个检视 这个位置为什么我来锁定这个标的 他未来这段时间为什么我还是这么的看好 这其中的道理 我们看这友达 待会再来看 那另外我们昨天跟你讲H股 那在这个之前一天 就是前天 我们在访谈节目当时提到A50这个标的 这段时间已经持续的往往来做一个空间 那接下来就是观问节之后 或许还有一段上演的空间 那相对的比较稳定的国企股 就是我们讲的H股 他有落后补涨的机会 所以我们昨天率先来进场 布进这个多担部位 我们待会再看 目前那个状况怎么样 那接下来就台词 他在这往下做一个压抑 我今天早上给你的那份资料 你拿出来看 我记得有这个朋友跟我讲 你刮那么低买得到 所以我跟你讲 有时候你不要太铁齿 到收盘的时候由不得 你不相信 我保守是有他的道理的 所以我今天早上给你那份资料 你拿出来看 我给你那份资料 差了大概五六十点 七八四点 那个时候还在八道弄之上 那结果到收盘的时候 压到大概一二上下 压到大概八十点 好那这段的一个下杀 接下来他会怎么跑 我们一一来做检视 一开始我们来看 这两天 大家都有看到 从十一月份开始到现在 似乎外资一直来做卖超 也许是这个原因 而照我们今天 在这收盘之前的一个下档 你看到国际股市 没有太差 美股的话持续往上扬 那中国股市的话 你有看到吗 就持续往上飙 各国家股市都没有太差 只是台股在这边一直支伏在高档区 它是没有出现一个繁荣往下 是没有错 只不过他上购的力道 稍稍嫌他们弱一些 好 但是情况之下 那是不是今天就因为外资的卖超而照 我今天的一个下档呢 不见得 你光看一件事情表面 我会是去客观 所以我今天 如果用这十月份到目前为止 外资的一个动向 十月份的话 买超是441亿 那十一月份到现在大概一周时间 卖超了89亿 整个这个趋势没有给破坏 那上个月跟目前这样来比较的话 如果依照这整体的一个情况来看 你还是一样把它当成一个调节持股 这样的动作来解读 会来比较客观 是这样的一个做法 或许他其他有这个其他原因 而造成今天小幅度的卖超 那反正不管 你只要整个趋势 但是他还是在动方架构里面 完全没有给破坏的话 今天的一个调节持股 调节之后 如果他另外在某一个市场 有来做一个 不进另外一边的一个 这个 譬如说多单的交易 或者是另外的一个市场 那不进这个持股 是一个多单的一个买卖的话 这往往你是看不到的 所以我刚所讲的 你不要光看一个表面 你光看表面的话 往往会挑在他线点当中 那现在我要回到 那台子的一个角度来看 他整个多化架构 他还是一直维持高档区 的整理的架构里面 那今天的一个下沙 我把它当成一个西普拉解读 待会我会修这个图给你看 所以整体这样来看的话 我还是看多 看好没有变 包括我今天早上给你的那张 推延轨迹图 也就接得进来 那个下方的那个版图区 让你来做多有买到 我们来看这个有打 我们先来看这个 预计这一年多以来 他的技巧怎么样 这上一季是1.02 1.02 那么在第一季的话 0.98 那去年的话是由亏转亏为盈 所以现在准备要公布 这第三季的财报之前 他现在出现一个底部 一个支付的一个现象 那配合形态来看 如果整体的业绩是 还是在一个正常 稳定的情况之下的话 今天收盘 还是收在这个12块4平盘左右 那配合技术面来看 未来这段时间 会不会有战斗往外贡献的机会 你这个底部这个位置 这边是一个颈线 过了这一年多以来 一直维持在这个点子上 那这两个月的时间 一直出现了一个横向的整理 那往往这种形态 先假设你下方的这支是有效 那这个缩链三角很有机会 会在公布记报之前 会有往上翻鸟的机会 会有战斗往上攻坚 这样契机的话 你今天这个点是一个 很低的位置 刚好在一个起长点位置 你就可以好好来布进一个多单的部位 好好的来做一个下压 只要下压机会的话 来布进一个买进的部位 然后多单持有 然后等他整个情后明朗化 往上翻鸟的那一刻开始 他往上推升的一个幅度大概多好 至少会破这个点至上 如果依照等幅的一个价差来看的话 这点一旦破的话 应该有机会挑战前高 那当然时间没那么快 可能在未来这段时间 一到两个月以上的时间 当然这一段的涨幅是不少 至少两成以上是绝对跑不掉 所以这一档是今天早上我送给你的 你如果今天有来做一个布局的话 势必未来这一个礼拜的时间不会太长 那接下来观问节 我总想跟你提到 那十档的标记里面其中就有一档 就是友达 好 这个就持续锁定 这是股票的部分 那台子的部分呢 今天早上我给你的就这样子 所以就有人讲 挂那么低 买得到吗 对不对 你就不信邪嘛 那我们来看 到零售盘之前那一个小时的时间 你跟我讲买不到嘛 好吧 那有没有办法买到 不要不信邪 所以我保守有我保守的道理 那整理这样来看的话 让你买到对不对 好那买到之后呢 多方架构没有给破坏嘛 有没有 没有 你这段的一个下伤 我把它当成一个稀破 也就这个两个礼拜整理架构 在上个礼拜出现突破 那突破之后呢 你现在压回 压出一个ABC 所以还是一样啊 我持续做多 我一样持续做多 我今天就依序 我早上给你的那张图 我说你进来的话 大概拐拐到35 这两个位置 你用一个正金字塔型的布单方式嘛 我不是讲吗 比如说我要做三口 我再拐拐先做一口 下面的话35做两口 你现在重心在下方 你上到一个坛 下面的话已经要弹到3536了嘛 你去看现在的行情 大家已经3536上下 马上瞬间的一往上一拉 你马上就获利了 所以你看为什么我比例要这样比 我要上面两口下面一口的大台 就是1比2比例嘛 或者是你要保守一点 你拐拐拐的话做一口就好 那你下方的话 35再做一口大台 就1比4的比例也可以嘛 这是我们今天布进来的这个单子 那包括我们之前 有了756、767、716这个大台 持续留 持续留 这等个多半交互是没有给破坏的 很漂亮 有没有 你这段的下山 我把它当一个西坡 西坡 除了你这个点出现灌破 出现灌破 否则啦 你没有灌破以前 我这段把它当一个ABC修正 好那你这段就是一个初步的一个出生段嘛 修正完之后呢 这两个点会越过 会越过 快则 未来这一个交易日 慢则下个礼拜 会有机会 直接往上来做一个冲高 所以往往啦 要大幅度往上攻以前 都会有一个回撤 先压再打 这种状况竟然出现啦 拭目以待 这段的话再度往上喷 几乎是在比 那接下来我们看昨天我跟你讲的小H 我说他落后A50的话 有一大段喔 而且你看A50 直接往上做一个大火冲高 速度很快 他不是耶 他还是这个底部 慢慢慢慢这样跑 缓步区间 所以这一个比较稳定的这个小H 比较稳定的H股啦 目前这形态来看 有机会会出现个落后补涨 寄这个A50之后呢 往上来做一个推升 所以我准备给你这张图 用桌线图角度来看 是一个什么呢 一个上飘的线 刚刚突破阶段 那在一个短线的角度来看 你只要有做出一个压回 我准备给你看 他是一个头肩底嘛 那颈线一旦越过之后呢 我说 这叫头肩底的颈线嘛 你一旦越过之后呢 有机会到达这个位置 所以你看我们昨天给你的讯息 632先跳进来 我那个时候 我为什么我要布一个小H呢 我不做大H呢 因为那个位置 你不是直接过颈线 要不然压回再过颈线 我就准备在低档的话 我再布进一个大H 就好比我那个大台跟小台 那个布单方式一样 这叫正经日塔型的布单方式啦 我先布进这一个 你没有下来下方的话 我没有买到大H 我至少买到一单的一个小H在里面嘛 这昨天我一个策略啦 结果呢 632买到之后呢 结果呢 今天你看充 下面那个大H 你没有买到也没关系 至少我现在手中有一笔在里面嘛 当然你如果是 这个风眼承受度比较高的话 你直接我准备那个位置 你直接买大H就可以 就好比我们大台小台 那个做法是 意思是一样的啦 好 那现在冲上去了 今天冲上去过颈线 对不对 好啦 那这是我刚刚大概一个小时之前 那个时候大概两点多的时候 那我刚刚上班以前 已经拉到哪里 拉到这个位置 比刚刚那个位置还高 哦还高 到达哪里呢 现在在哪里呢 大概 这一个 点位大概在66 有没有 我昨天买到那个位置在哪里 已经赚到100多点了 我昨天买到那个位置632嘛 现在来到766上下 好766我们来大概算一下啦 如果632 现在冲到766 已经冲到766这个位置 拉到这个位置 我们大概算一下 大概获利多 632到766 算一下 好 如果小H的话 大概获利1340块港币 这是港币啦 因为他在那个港交所交易的 那我换成台币的话 5182块 现在大概对台币大概3.8左右 大概5000多 你一口就赚5000多块的一个台币 那如果呢 我昨天 我直接用这个632 我直接做大H 就是我讲了嘛 你可以承担比较高的风险 没什么小H 我好几百万资金在搞 你叫我买那个 因为你知道 我给你的讯息是 这个大部分 来参加一开始的这个会员 他资金不会很大 我考量到你的风险啦 所以我都做得很保守 是这个原因 但是我后面都会加一句 就是说 你可以承担比较高风险 我资金不会比较大 我好几百万好几千万再搞 你就可以一次进去就一二十口也OK 我这比例跟你讲是这样弄 比如说我那个小台大台不是1比4 1比2吗 好那我现在我在这边的话 它是这个 这是1比5的比例 它是10块钱对50块钱 大H的话是50块 那小H的话10块钱 遇到这种比例的话 本来是我们昨天下午 要来接下面那个位置 再做一个大H吗 没有来 那你没有来的情况下 没关系 我至少买到一个 那如果说 你风险承受度比较高 我直接 直接昨天632 就做一个大H的话 那直到目前为止 可以获得多少 大概6700的港币 台币大概2万5 台币大概2万5 这样看得懂了 好 直接小H 小H的话现在大概获利 一样766 一样这个632 大H的话 赚大概6700的港币 台币的话 259 动9 那如果小H的话 你就小小经营就好 保守一点 1340 那台币大概赚5000多块 从昨天到现在 你做一口小H 5千块好的台票 你如果做一口大H 2万5了 大概快2万6了 259 动9 就这样 那在哪一个位置 还卖掉了 我昨天画给你看 那个位置 现在已经慢慢 逼进来了 我今天是挂很高 因为这整体来看 就我昨天弄给你看的 那个桌线 应该是跑不掉 他在往上冲 一直往上冲 你至少冲了2,300 应该跑不掉 那个时候你就不会2万9 2万5,900 可能3万4万以上 那你的小H 可能1万以上 所以 你今天台股在这边 一直支付在这位置 你可能台股这边的话 小小布局 你可以把一部分的基金 放到海企的市场 这就可以做 他比台股还强 你随便做都随便赚 台股在这边 好像扶不起阿斗一样 没关系 要不然就等 所以我一直跟你讲 你不要把全部基金放同一个篮子 要有一个分散风险的一个概念 你一部分之间放在台子旗 一部分之间放在那个H码 对不对 放在美国市场也可以 你看彪翻天的SP 彪翻天的NAS 这个中国股市也可以 为什么不做呢 好啦 所以整体这样来看的话 全球股市还是持续的 还是持续的在走多 我们今天台股在这边 你放心 你放心 这个再度往上飙 只是时间还没抵达 迟早 再度往上飙 当那个资金一旦挤进来之后 往上飙升的那个地方 是不容小觑的 只是时间还没抵达 他一定会落后国际股市 往上再度的飙升 跟怎么一起来做 还没有往上飙升以前 率先的来低档区域 来这个布局 我们这个虚拟什么都有 台股 台子 包括海企的部分 你跟我们在线量服务院 你跟他来做你联系 好啦 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 节目就跟大家就先聊 这边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谢谢 谢谢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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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遇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